我们看这一题 他说某研究是开发出检验肝炎的新方法 有肝炎的 经此方法检验后 有90% 检验结果会呈阳性 他真的有的话 有90%会呈阳性 没肝炎的 有10%检验结果也会呈阳性 否则是10%会呈阳性 若今统计得知 某地区人口有30%的人确实有肝炎 30%确实有肝炎 那就是70%没有肝炎 已知此地区中某人经此方法连续检验两次 若两次检验结果都是阳性 求此人确实立患有肝炎的机遇 这个人的话 就是有或没有两种情况而已 那有那两次都验出有 或者是无两次都验出有 只有这两种情况 这个人是有 有肝炎的话 那两次都验出有的话 就是有肝炎的几率是多少呢? 就是说真的有 那两次都验出有 就是30%了 那第一次验出有 90% 那第二次也验出有 90%了 90% 那这个呢? 再乘以90%了 这是有肝炎 而两次验出有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? 就是他没有 但是两次都是验出伟良性 他没有肝炎 但是两次都验出有 但是两次都验出有 这两种情况 然后的话 这个什么呢? 这个他说 若两次求此人确实 立有肝炎的机遇 就是说 再什么呢? 两次都验出什么呢? 这个阳性的结果情况底下 他是真有 真有肝炎的 真有的话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呢? 这个是等于 这两个相加分之什么呢? 分之这个 这个是真有的 那真有的话呢? 这个 这个%我把它约掉 那10也把它约掉 那就变成是3 乘9 乘9 那除以多少? 3乘9乘9 3乘9 乘9 那这多少? 7乘1乘1 算一下 算一下 这样等于多少? 算一下 3乘9乘9 这是243 那243加7 加7 等于250 所以答案是250 所以答案是250分之23 3 1 1 2